2012台湾灯会 2月4日起至2月19日 为期16天在张化县陆港镇举办 为让游客轻松游赏灯会 警察局积极规划多项交通疏导管制措施 30日在县府6楼新闻处举办说明会 有3万1700个停车隔位 可以把高速公路 包括台一线台17台19 包括西滨快速道路的车流 能够有效的疏导到各停车场 然后透过接驳车 也是免费的接驳公车 可以把游客送到灯会区 另外我们大众运输 从台湾高铁的台中站 以及台铁的张化站 园林站也有接驳车 免费可以接驳游客到灯区 那同时我们也要呼吁 在灯会期间 我们各地的游客 可以用秋团一起到灯会 去来观赏我们这一次的灯会 那可以让交通更顺畅 那么接驳的部分有三个长站 七个停车场 三个长站就是铁路运势 台中无路站 张化火车站 远远火车站 那么七个长站 七个停车场刚才刘队长都报告过了 那么我们接驳都很密 比如说张化火车站呢 我们两分钟就有一部车次 两分钟就一个车次 所以刚才我们蔡局长也报告了 我们尽量使用大宗密施工具 警察局长蔡逸萌表示 活动期间规划七大停车场 免费接驳车及专用道 车辆分流作为等措施 为时灯会期间整体交通顺畅 请民众遵循灯会指示标志 及配合警方疏导管制 以共同维护旅游品质 及交通安全顺畅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道